我對這種又大又平緩的水域真的沒有好印象 這種又大又緩的 通常我都釣不到 因為太淺 可能是因為太淺 然後我看得到它它看得到我 還有一種說法就是在這種平緩的水域裡 魚呢 是在休息的 所以就 掃快一點 上面應該比較好玩 卡羅不錯 主流就是不一樣 這裡開始有一點流了 我覺得這一種 前面這一種就可以玩了 咬一下或起一條就換鉛筆 在我走路的時候炸一下 小隻的 體色不錯 漂亮的金黃色 去吧去吧去吧 炸得準我喜歡 是 是 又 落水就咬沒咬大 下面 看得到小卷 呵 看得到這樣不到 然後現在這裡的卷好像都躲在 右邊 右邊這些 凹 不然我們拍到 有一隻 碰 衝過去咬 代表我判斷的沒有錯啊 躲在右邊凹啊 等於它咬了兩三下都沒有搖準 多漂亮的環流區啊 他們反而不待在這種區域啊 吸車耶 因為太熱了嗎 我覺得我要主攻右邊 還蠻多 小卷的 可是 往線好像很差 都是小卷 每一個有興趣耶 是有人往上走嗎 我們 QB好了 我們先比 這一段 這一段走快一點 我都不咬 這什麼 你什麼都不咬 主戰場 沒有咬 竟然沒有咬 有沒有覺得我很安靜 因為我持窮了 沒有咬啦 沒有咬 我要講什麼 第一次掉主流就這麼坦 起了 一隻而已 沒咬準 女生的人都在 邊邊耶 他是不是不會咬 他有扯到 你扯一下就掉了 應該都在很緩的裡面 這也好多 好多點喔 很多我覺得有的位置都沒有 是有判斷錯誤嗎 有的炸的位置 怎麼都 想不一樣啊 看中間那種 都不咬 然後都咬就已經靠岸了 左邊還沒被咬過 時間的關係嗎 怎麼多官都會被咬過 生命都被咬過 靈蝦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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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算是炸到了 可小卷 超小的 好小的 自動脫鉤 不要跳 讓你回去 你由現在 到目前為止只騎兩條 都炸右邊 這麼淺 炸小條的還蠻合理的 來咬啊 看有水波紋然後等它一下 然後輕輕的清一下 就沒了 現在不好釣也 蠻合理的 釣著釣著才發現 中午十二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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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點就是很熱很熱啊 這樣子 咬就算很神奇了 因為怎樣 虽然 然後就拋出去 然後一路 衝回來吧 我也不知道哪邊會咬啊 又咬 沒咬到 然後 咬放棄的這麼快嘛 沒放棄的這麼快嘛 還真的會咬啊 這裡就可以發揮突拉拉的優勢 超空曠 用力一拋 乾杯 因為我沒什麼線 所以乾杯 這終於 只有重大的出現我就擠了 欸 乾 好杯 太準了吧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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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太深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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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深喔 還深喔 這裡應該不少捲 可惜沒福氣 感覺那裡走下去會滅敵 對這裡走下去會滅敵 基本上我覺得 能不拉就不拉 這邊沒有很深啊 不行啊 應該走過來比較好 怎麼鬼 這上面不會咬到浪 好了 不會咬 哼 結果我找到他了 沒有眼皮啊 還可以 還可以還可以 又怕二爪回來 但我沒有太難過 怕時間反給FG而已 沒什麼 分分中中的事情 好 要撿耳 乾 找到 好 嗯 雷 全部 挺 확인 放在滑梯里消灭 ,在滑梯里休息 好